字幕by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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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出事了 阿北又出事了 前幾天高雄的那個情侶 沒有遵守兩段式左轉 而被執行車撞到 我們從這個事件來進行出發跟探討 就是說兩段式左轉 在這個事件上面來說 究竟是不是一個主因 兩段式左轉 跟進行機車這種東西呢 其實是來自於民國67年 李登輝先生 開始的一個政策 然後到 民國74年喔 由北市長 到民國74年 由時任北市長 楊金崇先生喔 在某個特定路段所設立下的兩段式左轉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兩段式左轉 就這樣子 在全台灣各個路口 萌芽 不管是 單線道的啦 雙線道的啦 三線道的啦 各種 你都可以看到 只要你想要左轉 只要你是摩托車 在250cc以下的 只要你想要左轉 就得兩段式 可是我們回到這件事來看 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 政府一直沒有告訴你的 就是 左轉靠左 右轉靠右啊 只要你沒有遵守這個觀念 不是在這個觀念的框架之下 不管你是開車或是開坦克或是開飛機 你都是會被執行車撞到啊 所以這其實跟兩段式左轉沒有什麼很大的關聯 從影片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高雄的同學 他是完全直接從外線 想要直接跨兩個線道直接進行左轉的動作 我要講啊 在很久以前 我還住在高雄的時候 我超常看到這種事情 不管男女老幼啊 都很喜歡直接從外線直接左轉 大家可能在某些路段開得慢了就算了 看到就會放棄 就是會讓他們先過嘛 可是如果你開得快了 或是在某一些比較大型大的路段的時候 你的反應時間是會遠遠短於你所想像的啊 你要去判斷前面那個人要進行什麼動作的時候 除非你超強啊 神反應 不然你基本上都是會撞到 就是我那時候還住在高雄的時候 我有租過一次車 我就租了那個TNT130 然後跟朋友一起要去墾丁 然後我們在應該是已經快要到屏東那一段的時候 我騎在我的車道上面 那時候時數大概70 前方的阿婆 直接鬼之切入想要直接左轉 我他媽的神反應 閃過了他之後再往右邊一推 直接用我那個車手把上後照鏡把那個阿婆給尻倒 要不是我反應快 我現在就不會在這裡跟你講話 尻到他之後 我的車頭直接暴力狂甩你知道嗎 前方就橋蹲了 幹我當下真的覺得 哇操他媽要去而已 趕快再神之反應冷靜沉著 就這樣閃過那個橋蹲 但我要講的事情是 除非你真的神反應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操架技術有到某一個程度 才可以將這種事情給減少 可是回過頭來 你有發現到一件事情嗎 就是其實大家對於上路的觀念 其實是普遍不足利 這可以歸咎到什麼 其實我覺得可以歸咎到就是 整個國民交通素養是不夠的 那為什麼政府沒有在這個部分 去進行一個強制的教育訓練呢 我認為最合理的情況 其實是 考駕照的時候要先上駕訓班 但是目前有一個盲點就是 現行的駕訓制度 其實是有點問題的 不管是開車也好 或是騎重力機車也好 我覺得這個駕訓制度是有問題 但是我們先撇除問題這件事情來說 就是你光一個全民駕訓的這件事情 普及能力都做不到的時候 你就很難再談到後面 駕訓內容的更改 改革 那我們先回過頭來談 駕訓普及這件事情 為什麼 一個可以騎乘動力工具 上路的人 不用經過駕駛訓練呢 他只需要去那個該死的監理站 他媽繞兩圈 他媽通過就可以拿駕照了 他媽監理站只有告訴你 左轉靠左右轉靠右是不是 蛤?那個速度慢到靠北耶 那個繞一圈 他媽時速平均有沒有20 沒有 他媽騎摩托車在路上跑的時候 時速平均有沒有70 肯定有 內容是沒有辦法成等比的 你在這邊所考照的內容 基本上你很難拿去路上用 在路上遇到一些突發事情的時候 你沒辦法應對 你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所以話又回過頭來說 你他媽政府要強制當兵的 你為什麼不強制考駕照 或者是強制規定 擁有汽車駕照的人 才可以考摩托車駕照 你重機就是這樣對我們的阿 我們必須要臨滿20歲 持有普通機車駕照滿一年 才能去報考大型重型機車嘛 在報考大型重型機車之前 還需要經過7天的駕訓內容 雖然這個駕訓內容真的也是 蠻懶的 除非有一些駕訓班 他們有自己增加一些安駕的內容 那的確是比較符合時宜 但目前大部分 我相信大家想是很錢的 駕訓班想賺錢的 應該都不會加入這種內容 就是卡繞一繞阿 時速加速到40 按煞車打到三檔 按煞車煞住煞停 我他媽都200多 我什麼煞到70了 你40煞到煞停是怎樣 我200多煞到70 只要6秒半耶 知道了 要考大型重型駕照了 有沒有 全部 必須維持 大力寶2分5內 才可以考到 這是 才可以畢業 那考小型摩托車的呢 必須要 小力寶1分10年內 才能畢業 才能夠 再往下去 考下一階段駕照 才能上路 對不對 因為在這個狀態之下 你知道怎麼超駕摩托車了 你知道怎麼減速 怎麼加速了 你知道怎麼應對一些突發狀況了 想也知道不可能 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 小力寶跟大力寶錢政府出 你們說好不好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討論 兩段式左轉這件事情好了 大家會嚷嚷著 兩段式左轉 為什麼要強制兩段式左轉啊 我覺得兩段式左轉可以不要取消 但是不能強制規定 因為其實 這個東西存在是讓人家選擇要不要使用嘛 當然如果你有在一些某些特別奇怪的路段 你還放兩段式左轉 該存在的地方好好出現 那他就只有他的價值在 可是你不能強制的要求 大家一定要遵守這個不合理的規定啊 可以直接左轉了 為什麼一定要經過兩段式呢 我提出一個假說好了 就是我自己稍微思考了一下 就是呢 其實有沒有可能 所謂的進行機車跟兩段式左轉 是政府依照這個駕照的等級 他沒辦法一個一個去驗證 你這個人有沒有經過駕訓課程 所以呢 沒辦法好好的去核實的時候 要怎麼簡單去核實用車牌顏色 看到黃色車牌 紅色車牌 啊這些人 我說過訓練啊 可以可以可以 你可以不用經過兩段式左轉 也可以騎在進行機車的道路上面 那些騎白牌的 嗯沒有訓練 就是不準 所以我覺得這個 是不是這個政府在這種政策上面 一個暗期 就是他沒辦法讓全台灣這一兩千萬 擁有白牌機車駕照的人 去好好上課 所以呢 就用這種方式來規範出說 欸 什麼樣排射的人 可以不用經過兩段式左轉 那什麼樣排射的人 我合理的認為你們沒有經過 這個我們政府所明定的這個駕訓課程 所以你不能兩段式左轉 我覺得背後的含義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這個部分呢 我認為大家可以在我的這篇影片留言下面討論 合理 理性 我們都接受 不要像我一樣沒有吃藥 但是我就算沒吃藥 我還是可以很理性的跟你討論這些事情 只是我的用詞會有點憋激 想法會有點激烈 回來討論情侶騎車被撞這件事情 你看到各大幫雜誌都會說 他是一事沒有遵守兩段式左轉 不是 而是從外側直接左轉就是錯了 不要被政府跟這些新聞媒體去誤導了 好不好 大家騎乘觀念跟駕駛的觀念是 不能直接從外側進行左轉 不能直接從外側進行右轉 你這樣會影響到執行的車輛 那些是主流媒體沒有告訴你的 所以有些人會說 你那個自媒體講這些靠腰靠步的 是有誰要看 我是覺得如果我們的這些影片 能夠讓更多人看到的話 也能夠讓大家了解 不是只有主流媒體在強調這些事情 而且我們是用客觀合理的分析 去告訴你什麼樣是對的 什麼樣是錯的 有沒有幫助我不曉得 如果能拉一個是一個我覺得那就有意義了 我們不要雙重標準說 你現在汽車你就開超速啦 我們不會這樣子 因為在這件事情明顯上面來看 那個汽車其實就是無望之災 就算它開80好了 我記得高雄的那一般道路應該限速是60多 表數如果是80的話 其實實際上大概是70幾 70幾它沒辦法反應那是它的問題 但是你不能指望每個人都PR95以上 不能指望每個人都可以從200多殺到90只需要花6秒半的時間 他們需要花更長的時間 不是每個人都有經過駕車的極端訓練好不好 每次看到這種新聞我都覺得 嘖 我就是說到頭來 我覺得問題最大還是整個全民意識啊 就是整個全民交通環境跟駕訓駛觀念 一直都處在一個非常低的所謂中 我覺得比狗還不如你知道嗎 但是為什麼政府會覺得在 這麼多比狗還不如的這個駕駛觀念 存在於整個台灣的時候 他們沒辦法去做一些什麼改變 我的猜測是成本極大 或者是有可能他們做了之後會引起很龐大的反彈 所以他們才沒有辦法做 但是我覺得既然 在某些政策上面政府都可以呈現鐵碗的手段的時候 那為什麼在駕駛這個部分不行呢 文科大的這個學歷難道未來不會是一個人才嗎 有這麼多人才因為交通事故而流失 對我們台灣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影響嗎 不是一個很嚴重的損失嗎 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 好啦今天就這樣了 雖然我覺得跟之前那個酒駕事情的那種 憤怒感差的蠻多的 但是多少還是有一點啦 酒駕那個真的太憤怒了 所以就是雞巴亂講 但這個東西我覺得我們必須理性一點 好好思考一下 感謝大家 掰掰